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酒吧新闻台超级玩乐大帝国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姚顺 我们这个小时要跟大家聊的是台湾之光 台湾这几年在餐饮业界 有非常多的这些所谓的职人 达人在国际的这个舞台上发光发热 比如说这个调酒 调酒最近可能5月14号 这个亚洲五十大的这个酒吧 还有调酒会公布台湾有好几个 我这里已经掌握到名单了 台湾有好多人都得到名次 又比如说亚洲五十大餐厅 又比如说在咖啡界 台湾有这个品评师得到 然后这个有红豆丝得到 他各行各业了 然后现在呢巧克力业界啊 也有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啊 叫郑于轩 他2017年2016年啊 参加了世界巧克力大赛 拿到靠了很多不同的作品 拿到了银牌金银牌铜牌等诸多的奖项啊 非常的厉害 那他本身呢不是 他本身最早不是学学餐饮的 也不是学巧克力的 但是因为兴趣啊 他投入了这个行业 然后很专注 所以得到了这个世界的这个比赛的肯定啊 我们今天就特别特别把他请到我们节目现场来 他叫做郑于轩 鱼这个字就是普星鱼的鱼 上面是一个鱼光中的鱼字 下面是一个甜字 轩车杆轩 这个鱼呢 有它特别的意义 等一下我们就请他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今天请他来 主要目的是让大家了解巧克力 巧克力的世界其实非常的深奥浩瀚 那从原料的选择 温度的控制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碾压还是揉压的过程等等啊 其实都有很多的学问 那我们今天请他来可以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创作的历程 同时也顺便教教大家如何分辨一个好的巧克力 于轩在我们现场 于轩好 邀大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听众 听众对 自我介绍 我名字是郑鱼轩 那刚刚邀大哥提到说 鱼这个字 其实它的意思是 在山里面经过两年修耕的农田 那它意义上是代表这个农田是非常肥沃的 然后可以滋长万物 经过两年修耕 就是它让它修养生息 没错 而且又有有机的概念 可是问题是你这个从哪里查到 是古词海里面就这样介绍 对没错 这就是他真正他字的本意 所以这样讲老祖宗很厉害 古时候就有这个概念了 才会有这个字 它没有第二个意思 它有另外一个破音的念法叫奢 奢 但那个就是用在一个特别的民族 叫奢族 是少数民族 是中国的少数民族 是中国的少数民族 哦在哪里啊 这我就不太确定 不确定 应该是比较偏南方的 所以你是哪里人 爸爸会给你取这个名字很特别 我其实一辈子住过很多地方 那我是出生在台南 那我父亲给我去这样一个 他也没跟你讲为什么 他就希望我宣是高马 那于是可以滋养万物 所以就希望 是哦 对既有这个滋养万物的这个能力 也有高大的心胸这样子 真的 所以爸爸是读书人的 但是他是国文老师 你看我就知道对不对 我就说嘛 要不然一般人怎么会 会有这个concept 有这个想法 对不对 寄希望于儿子身上 看到吗 而且你现在做的行业 完全符合这个名字 对啊 当初 滋养万物 然后在国际舞台发光 当初做巧克力 想要开店的时候 就决定说 想要用自己名字 这个鱼字 一方面也是它很特别 很有识别度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也觉得说 它这个农田 跟巧克力身为一个作物 其实有很深的连结 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字 命名啊 我身上在想 命名啊 这个字非常的好 你自己可能没注意到 哦是哦 我其实不知道 好来 我们讲品牌命名啊 是 比如说中华 两个字 比如说王品 两个字 是 鼎泰峰 三个字 金华 酒店的金华 两个字 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性 是什么呢 什么特性 正面看一样 反面看也一样 哦 哦 有没有 对称的 不是 你现在你现在弄一个灯箱 对对对 放在这 你从这里看 是 从后面看 嗯哼 是一样的 是是是 有没有 王品 对 有没有 对对对 是不是 所以 命名很重要 鼎泰峰 哦 正面看 背面看 对 所以你这个鱼 确实确实 很棒哈 对 对不对 这其实名字是我太太取的 当时 要 我觉得要感谢爸爸 感谢老爸 你本来学什么呢 我本来是 其实念中山外文系 念外文 对 嗯 我在 大二 大一下快要接近大二的那一年 接触到巧克力制作 什么样的机缘 嗯 其实当时是七夕前节 想要做巧克力送给女孩子 嗯 要聊妹啦 对对对 那个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自己 那时候女友是 哦 不不不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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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讲哦 好 你很敢 你就讲 要讲清楚 要聊妹 是 那 嗯 当时候 其实自己很喜欢做菜 很享受 创造味道的那个过程 嗯 那 嗯 既然都要做千年节巧克力了 你那时候做菜都供西餐还中餐 其实主要偏西餐 那时候还妄想说 自己以后想要 成为一个西餐主厨 这样子 没有我觉得你还是可以 是 那呃 那时候就觉得 既然要做巧克力了 不能乱做 一定要好好的做 嗯 所以就开始稍微去研究 什么是好的巧克力 从哪里开始研究 我觉得好难哦 这个是要回推到13年前的高雄 你给一些年轻人一些概念来 嗯 就试想13年前高雄 我当时打听 我想要进 呃 我当时认为台湾可以搜寻得到 最好的巧克力原料 一个品牌叫法弗纳 对 那 我发现 整个高雄那时候 没有半个人在叫法弗纳 他必须特别从台北调货 调去高雄 是不是他自己的物流系统也有问题 呃 没有就是那时候高雄没有业务 完全没有这个业务 他觉得没市场 就不不派 对对对 嗯 那呃 我当时就当然就跟对方讲说哦我未来应该会用蛮多的 当然这个未来可能是实际 你跟业务讲你那时候还没开耶 你只是在研究 是啊是啊 嗯 那总之我就是这样子用到一包了然后就开始呃 试验然后开始学习 嗯 那我记得其实第一次尝到好的巧克力的时候 他带给我味觉的震撼其实很大 你说说看 他必须具备哪些的特质 其实好的巧克力 嗯 跟一般巧克力最不一样的在于他风味的层次 嗯 就是他层次一定是非常多的 而且嗯 入口后其实风味是不断在变化 嗯 像任何好的红酒 像任何好的茶 其实都有这样的变化性 嗯 绝对不是入口是同一种味道 然后很单调的 绝对不是只有那个那句话 只容你口不容你手 哦是是是 对不对 对 其实巧克力的原料就是可可了啊 嗯 可可豆 可可纸 可可高 可可粉 可可 还有什么 我漏了什么 嗯 大概是这些了 对不对 一点糖 一点糖 对 然后巧克力其实它是结果 它的前世是水果 没错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水果再制品 那所以其实好的 水果的加工品 对嗯 那其实好的巧克力 就像好的黑咖啡 我们常常会喝到各种的水果的风味 嗯 风韵 不管酸度也好 或者味道也好 嗯 其实巧克力里面好的巧克力 也应该要这些特色才对 嗯 对了 现在 现在的餐饮啊 跟以前不一样 现在除了讲好吃以外 最好还是能够体现 或是察觉 地方的风土特色 不同的巧克力 来自于不同的可可 每一个可可 就跟每一颗葡萄 一样 它里面孕育的 那个当地的 风土 所谓的风土 就有气候 阳光 雨露 土壤 等等 对不对 甚至还有这个 人文的互动 对 还有这个农夫 去 呵护他 灌溉他 去养殖 栽域他的 这种心血 一个好的达人 他们是可以分辨出来的 你可以啦 我现在应该可以了 世界的可可 主要的产地 分哪几个地方 嗯 其实最大宗 其实都集中在非洲 很很妙 而且集中在两个国家 一个是像海岸 一个是加纳 哎 为什么 因为 其实这是很复杂的 整个历史因素 当然他们那边适合种植 他们也种到恰巧是最商业 最量产的 那个品种 质量 质量兼具 呃 我们不会说质 是有的 因为他那边主要是 生产大量 就是供全世界的巧克力糖果 的所谓的可可豆 所以他跟 好啦 跟越南产咖啡一样 对 其实是比较大量 有点类似会印尼产咖啡一样 那像我们在 平常在使用的这些 比较所谓高品质的巧克力 其实占整个世界产量 可能不到10% OK 是非常少 非常小 而地方也很特别 独特 产区很独特 对 产区其实 你要在哪里 即便像刚刚那两个国家 我相信依然是有 比较小型的 生产者 然后是 生产出 比较好品质的可可豆 那主要是看您怎么去挑选 好比说中南美洲 亚洲 非洲 像大家一定都知道 台湾这几年 也有 请问一下 可可豆的生长环境 是不是跟咖啡 或者是茶叶很像 可可主要生长在赤稻袋 这一圈左右 那比较 它需要热 然后需要湿的地方 要热 而且要湿 又不能太湿 对 就是它当然会需要 充足的雨水 可是它跟咖啡 比较不一样 是咖啡常常在种植的 位置上面讲求高度 那可可多半是种在平地 是哦 对 还有什么特别的条件 特别的条件 就是生长环境 生长环境 你一定有跑去产区看吗 我其实大概也只有去屏东而已 我还没有机会 你没有出国看啊 对 还没有机会去到 真正的产地去看 对啊 但像台湾屏东那边 很有趣的是 正好是我们整个岛 比较完全在热带范围里面的地区 那屏东也是台湾一年世纪 几乎都是最最热的地方 均温啦 年均温 那即便像屏东 我们认为认知中很热的地方 其实对于可可来讲 还是有一点稍微偏凉的 对 还是在冬天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点不够 是哦 对啊对啊 可可这么热情啊 对对没错 他需要这么多的热量 是啊 OK 热是给他了什么 热就是 他其实他就是热带的作物 因为他原生是在亚马逊的雨林里面 所以你可以想象 那就是他的原生的环境 我觉得很妙的事情是说 他本来是一个水果 一颗大大的 对 像木瓜 像椰子的那个造型 对 然后里面有一颗一颗的 是在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下 被人类发现 他可以转换成巧克力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回来 嗯 喂我们继续跟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啊 是台湾应该是说国际巧克力业界的台湾之光了 他叫做郑于轩 他开了一个渔室 这是一个创作巧克力的工作室 当然他有设有座位 那在台北市的人爱路圆环的附近啊 你如果喜欢吃精品巧克力的话 你可以到这个地方去看看 甚至跟于轩如果在的话 跟他聊聊天互动一下 多增加一点自己的品味 巧克力的知识 还有看看他是怎么样的去做出不同的巧克力 然后能够在国际的舞台上 让这些比赛的评审啊 得到他们的赞赏 那上个季蛋我就跟于轩聊到了 巧克力本来是一种可可 本来是一种水果 它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面 被人类发现 然后制作出来成为一个甜点 或是零嘴 你看人类去制造出各种食品的过程 其实你会发现 人类真的是一个很贪吃的动物 就是为了吃 就是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然后用各种奇怪的加工 那像可可很有趣的是 其实原本的可可豆 你假设直接这样吃或者赛干吃 是不具有现在巧克力的味道 完全没有 对完全没有 对不对 而且硬硬的 所以他得经过发酵 然后再经过烘烤 然后再磨碎 然后调和等等 经过很多复杂的程序 这古时候的人到底谁发明的 其实最早食用巧克力的 当然是中南美洲 他们自己本身的文明 那他们使用巧克力的方式 其实跟我们现在是很不一样 因为他们是加入当地大量的辛香料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很浓稠的 很辛辣的一个饮料 饮料 对 那那饮料其实是给济世 或者战士上战场之前 喝的那种蛮牛的那种饮料 是可以增强体力的 对对对 那可是巧克力确实可以增强 确实 它是会有提振精神的作用 而且我以前看过一个报道 英国的研究 是 趴数够的巧克力是可以通血管的 它是药 对 就是跟红酒一样 它在古代的时候确实是 不管是在中南美洲 还是后来进到欧洲 最早都是被当做一种药 对不对 对 没错 因为我看到 我这几年前看到英国的 还不是古时候 现在还是有一些人 有些医界 他们一直在研究巧克力 对人体的这个作用 就是发现最大的作用就是 跟血有关 血液 但是又话又讲 后来又有一些研究报告说 巧克力的浓度太高 你吃了 会心悸 心脏扛不住 可能对咖啡因比较过敏 就是敏感的人会有这样的状况 我会 但是我又爱 他真的会 他真的会 吃那个差数太多了 对不对 因为巧克力 它毕竟还是有咖啡因的 然后再加上可可减 其实也是会有提振身体机能的作用 当你一下子吃太多 太浓的话 会有一点亢奋 所以 其实我们买巧克力的时候 所有的品牌 我时常在提醒这些吃货了 你们买任何的 比如说在便利超商买巧克力 你会发现 为什么便利超商巧克力 一条几十块 到于是吃一个巧克力 要几百块 差别在哪里 我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一直在讲 吃任何的东西 请你 把背后的说明 看一遍 你会发现 它里面真正用到的可可 很低 其他都是香料 油 糖 牛奶 这样讲 它不算真正的巧克力 对 因为其实 区隔 真正好的巧克力 跟平常比较 普通或劣质的巧克力 的关键 就在于它里面的油脂 对不对 对 那好的巧克力 它一定要是百分之百 来自于可可豆本身的可可脂 可可脂肪的脂 没错 对 那其实在超商里面 我们比较买得到 便宜的巧克力糖果 你翻过去背面 常常会看到植物油 对 对 那他们都就会拿 比较 替代性的 轻化的植物油 去取代可可脂 那肯定 反正 大家自己判断吧 对 还有香精 它不是真的 是 来自可可的香气 就是会加添加物了 对不对 可是虽然它是合法 对 当然 但它还是添加物 对不对 对 假设想要体验巧克力真正的风味跟魅力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试试看 就是完全可可值的 而且是有经过优良的厂牌去制作的 这样的巧克力 可是所有的巧克力 像精品巧克力 像你们这样 是 你会在后面要注明所有的东西吗 我们算是散装食品 所以并没有 并没有 对 对 所以我们其实用非常严格的标准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告诉这个巧克力控 如何用肉眼 用鼻子 甚至用耳朵 来分辨一个好的巧克力 来你跟大家讲 那其实好的巧克力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它必须要有光泽 光泽 一定要 对 flash 对 它必须要一定程度光泽 因为好的 经过 有吗 你看一下 这个不算了 这个是 这是甜点 这不算 可是这一片其实也是巧克力 是吗 对啊 像这一片也是巧克力 你就会看到它们是有很有光泽跟亮度的 可是不是吧 我以为那个是翻糖效果 没有 上面这一片也是巧克力 Are you sure 可是你里面shining 那个shining是你有用 没有 没有用糖 就是巧克力 骗人 真的 真的 发誓 对天发誓 对镜头 对天发誓 这就是巧克力 OK 好亮 shining 对啊 那其实 可可 可可子在调好温的时候 它其实会呈现这样的光泽 是吗 对 那当然它后续也得被 多少度保存 多少度 调温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过程 你大概需要把深温到50 55度 接下来再把它降温到26 27 而且在一定时间里面 对 然后再拉回大概30 30 是在一个容器里面 其实调温有非常多方法 你可以在桌上 大理石上炒 你可以在锅子里调 虽然有非常多方法 好 第一个就是色泽 好的巧克力要发亮 没错 第二 第二 那好的巧克力 它被做好以后 它一定有所谓的snap 有脆度 脆度 对 要脆 那它当然依据 我就不能 我去买巧克力 我没有办法说 老板你给我看一下 好脆 好 但我要换另外一个 你就真的只能说买下去以后才知道 就先试吃一点 对 先买下去 最关键 当然就是外观先看 它是不是有光泽 那有光泽 当然有分这种很亮的 那也有分这种 比较像软玉的这种光泽 这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当然没问题 软玉 什么叫软玉 就像那个 可是这没有光 这没有光泽 是有的 它是雾面 对 它是比较雾面 可是 但是光滑 对 软软的那种 像浴石那种比较软 温润 对 温润的光泽 OK 好 这是一个 那巧克力最忌讳的 大概就是你看到它表面有白白的颗粒 那结霜 雾雾的那种东西 那样的话 你就知道说 这个巧克力 不是没有被正确的制作 就是没有被正确的保存 所以 所以你讲到保存 巧克力从 出厂就做好 它的长鲜棋是多久 其实要看 像纯的巧克力 通常有一年到一年半 这么久啊 可以这么久啊 因为它其实不含水嘛 对 那它其实保鲜棋 它本身又是抗氧化物 所以 保鲜棋是长 很长 那像 要放到哪里 放冰箱 大概要放在18度 左右的温度 所以放冰箱5度是不对 有点太冷了 可是冰箱最麻烦的 不是温度 而是湿度 湿度 湿度以及味道 你太湿 其实对巧克力是不好的 然后巧克力油脂也很多 所以它很容易吸附异味 那你想想看 你冰箱里的卤猪胶 肉燥 你家境好 我家都没这些东西 你家境好 买便当回来 我没有 我没有吃那么好 所以那你好 巧克力 人家送你一盒 或你自己买一个好的巧克力 我到鱼市去买一个好巧克力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一定时间内吃光 或者放在室温 没有 你教我们怎么放 你教一下 刚刚纯巧克力 就是建议直接放到一个保鲜盒里面 然后放到冰箱 还是要放一个保鲜盒 再放冰箱 对 这样比较防止吸附异味 好 那手工巧克力 像我们这种的 它里面因为有蛮大量的cream 那cream它是新鲜的乳制品 所以你其实怎么保存牛奶 就应该怎么保存它 应该要进冰箱 那一样也是你必须 放保鲜盒 对 那你想你有一个漂亮盒 拿出来 对 那不要 这样才好看 整个盒子放在里面 再放到保鲜盒 对啊 我想说还把它拿出来 放保鲜盒 那你就做得那么漂亮了 是啊 因为就是很多人会拿巧克力当做送礼 对啊 好 所以 脆 脆我没办法判断 就吃了才知道 对 下次再来 好 有没有第三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 大概也是必须你到手以后才能知道的一件事 怎么样 就是去实际的品尝它 对 那这个巧克力入口以后 它其实化口性必须是非常好的非常快的 对 所以化口性 对 这是非常重要 可是它跟你里面的含量比例有关吧 应该说你即便是可可含量很低的牛奶巧克力 可是假沙是品质好的牛奶巧克力 对 它化口性依然要很好 因为这化口性来自于可可脂的关系 我过去的采访经历里面告诉我 可可的这个溶点跟人体的体温是非常接近的 没错 所以呢 现在有些生医界啊 生物医疗业界 它把这个可可萃取物啊 拿来做生医的这个美容 或者是作为药品 因为同样的原料 它可以得到的这个经济效益 还超过巧克力 虽然巧克力已经很贵了 但他们拿可可来做什么 随便讲 做一个fasure 你巧克力同样的成分 做巧克力 比如说这个卖一千多块 可他做fasure 可能可以卖三千块 又比如说他拿可可拿来做洗发精 是 有没有 对 他也是随便里面一点点的成分 就850到1200一瓶 是 这样你看 做巧克力人 是不是心里很心酸啊 会不会 会不会 因为可可纸其实 是蛮贵的油脂 对 是好的对不对 是 它不会塞血管吗 因为它 它是通血管 对 它溶点是比人体体温还要低的 对 所以它可以很轻易的被人体融化 吸收 吸收 所以这就是刚刚雨昕讲 放到舌头上 它就自然而然的 融化 所以有人说这个吃巧克力不要用咬的 对不对 让它 用含的 对 大家吃单品巧克力会用含的 那可是我会推荐客人 其实像吃我们这种夹心巧克力 手控巧克力 因为它是有分成内层跟外层的线 所以其实这时候反而用咀嚼的 你才可以感受到 两者融合在一起 对 好 所以你这样讲 我们先把这个辨别一个好巧克力的这个关键分 第一个要发亮视觉 第二个要有脆度 第三个在融口性化口性 对 有没有别的 嗯 其他的当然对 差不多是 香味呢 香味 smell 没有 因为巧克力其实你单纯在闻它的时候 嗯 它的 它比起别的食物 它香气 我觉得在 它没有融化之前 是比较闭锁 闻不到的 是比较闭锁 是吗 对 当然这个就不太一样 这个是很 很香啊 对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慕斯啊 等等 Ganache 对对 Ganache 啊 很棒 还有一个这是我说的了 就是听音 听声音判断 对 就是在 脆的那个过程 啪 啪 对 对 那如果今天不够好 它不会 不会有声音 或者说声音很闷 没错 就是要清脆了 没错 对不对 是 好了 这个是巧克力的基本认识啊 这个 世界的这个达人告诉我们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待会来 我们就来看看 于是 于先他做了几种巧克力 他有几种分类 然后差异在哪里 嗯 来我们继续跟这个 巧克力业界 国际巧克力业界的台湾之光啊 郑于轩 他也是这个 于是 法式巧克力甜点创作工作室的这个负责人啊 在聊巧克力 那当然了 台湾现在有很多的领域都有世界级的达人啊 那于轩他就是做这个创作手工巧克力里面的这个 这个脚脚者 前面两个阶段 我们陆陆续续告诉了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怎么样去认识一个好的巧克力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请于轩跟我们讲巧克力到底分几类 还有在你的于是里面你到底是怎么样的来利用巧克力来创作出不同的作品 嗯 那最简单其实我们在讨论任何巧克力的制品 嗯 之前其实单纯的纯巧克力 大概就分成三大类 哦 纯巧克力还分类 当然 来 就大家很熟知的黑巧克力 黑巧克力 牛奶巧克力 哦 以及白巧克力 这三大类 好 对那当然今年有一个号称第四个类别所谓的Ruby 红宝石巧克力 哎对对对 对那差别在哪里啊 其实在巧克力业界争议是蛮大的 因为大家有些人认同 这个是第四个类别 等一下我们先教大家 对 黑巧克力就它的 它的可可的比例基本上大家公认是大概55%以上 55%以上就叫黑巧克力 对 因为我看过一个研究报告说 人最接受最喜欢的卖的最好的大概72到74% 哦真的吗 嗯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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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过而且是不同的国家研究啊 哦是好这个是黑巧克力 没错再来 那呃牛奶巧克力当然是大概在50%以下的 并且有加奶粉进去巧克力 奶粉啊还不是牛奶是奶粉啊 哦对对对 因为巧克力 这是被容许的是吧 呃这是国际业界的制程 对这个字标准制成定这个制程规范的是法国人还是比利时人还是瑞士人 应该说 这当初当然是 首先是 绝对是欧洲人 对是欧洲人先发明的嘛 那接下来后来就变成一个 约定俗成的事情了 对那当然进入各个国家 他们自己持平法规会去定义 因为我自己知道 比如说瑞士对于他们的巧克力 有瑞士的规范 对当然 德国有德国的规范 甚至里面的比例 对 有法定规范 没错 那就是说大家当然在世界上 会尽量去取得一个 大家的默契 对啊比如说 四十五十以下 加了奶粉可能就会称之为牛奶巧克力 牛奶巧克力 对 你自己觉得到底世界 巧克力的强权是哪一国 对我而言其实做这种 巧克力的变化做得最好的 对我而言是法国 是法国 是 那比利时巧克力的特别在哪 比利时当然它在过去的 一个时间点上面 它在巧克力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它发明了很多巧克力的 重要的机械 以及巧克力的技法 让它在当时的世界里面 会做出非常棒的巧克力 是技术 technical 对对对对 那 对不起答断你 没有没有没有 后来法国其实他们开始 就是像对待葡萄酒一样去讲究巧克力的风土 所以巧克力世界的味觉上才产生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变化 所以是法国 我觉得其实法国赋予巧克力蛮大的深度 那还有瑞士巧克力也有它的位置 对瑞士其实又在更早的一个时期 更早啊 对是在巧克力其实才刚被发明成固化巧克力的那个阶段 他们发明了一个机器 然后让巧克力磨制的过程中 可以变得非常细致 所以以前的巧克力 对以前巧克力其实都是沙沙的 然后吃起来是很糟的 那他们发明了那个机器以后 才让巧克力可以被精裂磨得非常的细致 所以你看世界知名的巧克力 德国 德国 没有位置 比较没有位置 对我而言 当然它是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 对 对对蛮有趣的 其实还有还有还有北欧国家 它消耗巧克力的用量也很大 对对对 为什么你知道 天冷吧 不是 哦又不然 这是一个口语 哦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消耗咖啡最大的是哪里 你知道吗 不是美国 北欧 OK 为什么 因为当年他们有禁酒令 啊 所以他们就开始就不能喝酒了 是是是 那就开始转喝咖啡 是然后咖啡跟巧克力我觉得基本上是亲戚了 嗯 那他就是一种喝了会叨的 那吃了会叨的一块 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的量也很大 嗯 好了讲回来 黑巧克力 对 牛奶巧克力 以及白巧克力 白巧克力最重要 教大家很多人搞不清楚白巧克力是怎么回事 白巧克力它其实 嗯 所谓真正的白巧克力 嗯 它里面应该要是百分之百用可可脂 可可脂肪 对可可的豆的脂肪 嗯 然后加奶粉 还是要奶粉哦 对 要不然他白色以及他那个牛奶风味 出不来 不会出现 对 那他不能用纯牛奶 一定要用奶粉哦 因为巧克力里面不溶水嘛 哦 对 而且你又要常温保存的话 其实是不 不太建议有水分进去 哦 对 那 嗯 有趣的是 我们平常吃的那些比较便宜的白巧克力 它是什么呢 当他没有用到很多的可可脂 嗯 剩下的油脂是什么 是什么 也就是植物油了 啊 所以在我们很小的时候 当我们吃一些很奇怪的白巧克力 会觉得说 哎 那个怎么化口腥很糟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其实是这样的原因了 好 世界现在做白巧克力做的最好的是哪一国 嗯 其实白巧克力在与精品巧克力界里面 它属于一个比较minor 比较不重要的一个产品 因为它里面 刚刚有没有注意到 它其实完全不含 可可脂以外的可可成分 代表它没有可可的粉 它没有可可的固态物 所以它其实不具有可可的风味 因为可可脂其实是几乎没有味道 我懂你的意思 你讲的比较含蓄 在玩巧克力的人 职人 酱人 大人 是瞧不起白巧克力的 没有 差不多了 倒也不是瞧不起 只是说 对我们来讲 它风味上并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吃而已 对 就是它并没有可可的风味 可是有趣的事情 就是地球上就是有一些人当年可以借由 就是 摆脱了其他的 就是用可可脂来做出 跟这个奶粉结合做出白巧的力量 那其实像现在 不管台湾或者世界 大家就开始做另外一种应用 就是 把奶粉抽换掉 那它可能添加进去的是水果粉 像台湾有人做茶粉 有人做咖啡粉 所以你等于是 效果怎么样 就很有趣 那你做不做 你玩过 但觉得无趣 比较没有做那个东西 因为那是单品巧克力 我比较focus在手工巧克力 手工巧克力 是 好 最后 红宝石 红宝石 所以引起很大的争议 某一个厂商 他号称他是选一种特别的豆子 那豆子出现是一个据说是一个概率上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有很小的一个概率会出现那种豆子 就是变异 就像人会 动物会有白种一样 对 然后再把它做成巧克力以后 它就会是那种天生的红色 那个豆子这产是哪里 他们说是商业机密 商业机密 反正这个就是 所以他出来是红色的 对 它是蛮漂亮的一个粉红色 桃红色 对 那吃起来会有一些水果的酸度在 对 有没有道理吗 就是 真的是看人 我觉得 我觉得你们 你们这种 你们这种 都没有办法去接受新东西 倒不是新东西吧 而是说蛮多人会觉得说 质疑他这样的说法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可是我们用结果论 他如果够天然 他是真天然 他的风味却有unique 就是独特性 当然 然后话口性也OK 就是达到所有巧克力该有的标准 那就接受他吧 对 当然 对 好了 好 我们已经 余轩跟我们讲巧克力大概分四大 他的不同的特性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你的作品了 来 是 那我身为一个所谓的手工巧克力师傅 对 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工作是利用刚刚提到这些巧克力原料 嗯 来进行创作 嗯 那像眼前这一盒是所谓的手工巧克力 来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是 那就想象其实 手工巧克力 他最重要的是他内馅 一个叫做ganache的东西 我可以吃一口 当然没问题 来 你会推荐我先吃哪一个 呃 我们先吃这一款 好 这个是原味的巧克力 好 好新鲜哦 对 那其实会感受到外层纯巧克力的那个薄脆 然后内层ganache的那个化口线 请问ganache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我写美食我也知道了 但是我觉得你让大家知道 ganache其实呃 它是巧克力跟乳品 通常是鲜奶油的一个融合体 嗯 那大家常常会提到说 哎 深巧克力啊 松露巧克力啊 嗯 这些东西 内馅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很柔滑的那个东西 那东西其实就是ganache 它到底是 它就是巧克力跟鲜奶油融合在一起 就打 打在一起 然后很 呃 有技术的搅拌在一起 温柔的搅拌在一起 这个 你现在的巧克力原料是来自法国 嗯 对 然后里面的酸度是从哪里来的 这刚刚这一颗是原味的巧克力哦 可是它里面有一点酸度 对 所以它酸度其实是透过巧克力自己本身 以及我后续在制作过程中 好比说加热鲜奶油的方式 或者加入糖的时机点 去产生的一些酸度 那个酸是自己 是一个发酵出来的酸是吧 还是什么意思 嗯 其实是巧克力本身 以及我后面制作过程里面 会透过手法去营造出来 所以不是 加了东西的酸 不是不是 或是说有人加了果干或什么 完全不是 这个是刚刚是原味的巧克力 所以 所以巧克力自己就有酸 对对对 好特别哦 对啊 那 其实我觉得做巧克力师傅 就有点像一个调香水的调香师 调香师 可是你有办法预知 我这样做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 以后就予以标准化吗 有办法吗 一开始当然没有办法 可是这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巧克力师傅 今年累月在做的事情 就是当你 你最后必须要跟你的食材 然后跟你的技术 跟你的所有的器具是合为一体的 所以啦 你可以设计 你可以了解 所以我们也讲过了 这个法国所有的美好的食物啊 最早定义出来制定这个规格的是甜点师傅 巧克力是法国甜点的一环 然后他们的伟大是在于他们在制作过程中 绝对跟科学有关 里面一定会有棒秤 有时钟 对不对 有所谓的量杯 一般料理师傅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但是甜点师傅这个要求非常严格非常精准 所以你每做一次你都要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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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慢慢慢慢的 确实 这样花了你多少时间啊 从你当初开始学 从19岁到现在13年了 哎哟 嗯 哎哟 19岁就做巧克力了 对啊 就开始摸索 然后这样制作 家境有我 逮专心 够一郎 家境有我 喜好 大自然 没有没有 我那时候其实很大部分 原料很贵耶 对啊 我生活费都拿去买原料啦 爸爸是老师 都在吃巧克力了 你19岁还没有赚钱能力嘛 一定是家里给你嘛 对啊 当然 那老爸看你一直在花钱买巧克力 我吃 我没有多拿 我就是拿我生活费里面的budget 挪去 去研究他 对对对 那自己就吃少一点 吃省一点 这样子 哇 好厉害哦 手工巧克力 是 我再吃一克 这上面的颜色呢 上面其实就是可可纸 然后加 加什么 使用的色素 可以吗 巧克力业界容许 当然当然 这些都是合法的 你你你你创作这个 这个颜色一定有你的理念 这个花纹一定 来 那这款是 呃 雪莉桂圆 是台湾雪莉桶的威士忌 然后加上柴燕的桂圆干 你怎么弄啊 你你是从哪里萃取出来 呃 就是威士忌 呃 威士忌部分当然是 直接加入威士忌 那是谁的谁的 哪个白 哥马兰的 哥马兰 对 那柴燒桂圆是嘉义中普那边 就就反正大家都用它 哦 没有没有 是我自己一个真的 家人烘的 对 你家人烘的 算是亲戚啊 远亲 那你那你哪 在你那个店卖 也可以单卖吧 嗯 单卖什么 柴燒桂圆啊 我们倒是没有卖那个 我们自己用都 都不够了 对啊 都不太够了 那它怎么产生 哦 你你你加在巧克力里面 让它丰富它的 我桂圆是会先去鲜奶油里面萃取它的香气 那果肉最后其实是立掉的 立掉 嗯 留起来嘛 留起来做面包啊 我没有在做面包 那我找人去搜 其实有很多层次的烟血在里面 这个阿朵仔吃了绝对 你看 鸡皮疙瘩起来了 所以这其实是 太明显 好明显哦 而且这是鬼老喜欢的味道 对不对 这次一定有得名 那第一次比赛有得名 你看 你看 我一吃我就知道 对不对 是 鬼老根本在他们的生活经验里面 没有这个味道 对 对不对 而且非常特别 可是同时间又有他们比较熟悉的威士忌 对 以及巧克力本身的烟熏在里面 可是那个评审一定举手发问 问的 问的 你要怎么答 没有 当时我不在现场了 所以不知道 不用在现场 他们是 就是 闭关 闭关评审 哇 这个单卖一颗多少钱 每颗巧克力都是85元 哦 不能讲价钱 好了 好了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这个是巧克力 我们待会儿回来 嗯 我刚刚吃了这个 鱼室啊 这鱼宣 鱼室巧克力工作室的这个 巧克力哦 我真的是 我太厉害 太好吃了 尤其是他那个 那个 那个 威士忌啊 你说是 格马兰 格马兰威士忌 加了 柴烧的柜 柴烧柜 哇 那个 我跟你讲哦 你要是有外国朋友哦 来到台湾哦 你要送给他一个特别的礼物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 绝对是因为那个 一入口 在他生命经验里面绝对没有这样的味道 太厉害了 所以你到底研究至今研究了几种不同口味的手工巧克力 其实大家会很focus在到底做多少种味道 那我们开店到现在其实也做了大概可能四五十种有 四五十种 对 但其实我自己更在意的反而是怎么去做出一个具有国际语惠的巧克力的风味 也就像刚刚姚大哥吃到的那一款它其实是有台湾本地的特色 可是同时间外国人吃了他也可以理解跟欣赏 那除了刚刚那一款以外还有哪一款很受到欢迎 嗯 其实像我们有做过一款是柴烧麻油的 哎 大家很难想 好聪明哦 你这样讲我就知道了 是 那也有 那你有没有九层塔的 哎 九层塔倒是没有 台湾味是台湾味型你去想一想麻油是吗 对对 九层塔是吗 没 还有什么 破布子啊 OK 诸如此类的 嗯 那像我们其实咸味系列也要在做他比如说焦糖酱油这样的东西 三杯鸡做一个出来三杯味做一个 真的我是这样 我这样讲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是是是是 对不对 对 风味嘛 嗯 嗯 所以你都做出来了 其实做了蛮多风味了 那卖的最好的 卖的最好的其实大概还是我们得奖的几个作品 像刚刚的雪梨桂圆其实卖的非常好 那有另外一款是用台湾的青梅去腌制过 哇 变成老梅的状态 哎 那好 加到巧克力里面 所以OK OK 好 那这个是手工巧克力系列 然后这是甜点系列 来介绍一下这个是 呃 这一款我们叫它弱水 上山弱水的弱水 诶 为什么 嗯 一定有 当初玩了一个小小的概念上意义上的一个协议就是 因为它里面其实是威士忌 而且是尼美风味的威士忌 用的就不是台湾的了 哦 当然不是哦 是哪里的尼美 是嗯 很经典的那个 Lagavulin 哇 你怎么会想这样做 因为我其实自己是很喜欢烈酒 小心这是纸牌 我知道 喜欢烈酒跟巧克力的互动性 你自己喜欢 其实我也帮巧克力增加很棒的层次感 OK 哇这拿不起来 就说还是要有一个logo 哎呦好薄哦 对啊 我可不可以分开吃 可以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脆 刚在切的过程中其实已经感觉到 然后 它有个特别的味道 嗯 这一片也有个特别的味道 因为它其实 因为颜色不同嘛 我们是混两种不同的巧克力 去做出来的花样 哇 好 这个叫什么 你刚刚讲的弱水 弱水 你要表达什么理念 其实就是 嗯 你吃下去你会发现它完全不是水 对吧 是非常浓厚浓郁的 没有这个 这个爱恨分明 这一款爱恨分明 这一款 因为泥梅确实是很特殊的味道 就跟喜欢喝泥梅的那个威士忌的女生一样 这个就 就特立独行了 所以这款就是很受到泥梅爱好者的喜爱 因为平常比较少人敢去挑战 这一个风味 嗯 好吧 这个就像去急诊室你闻到的消毒 没有没有没有 泥梅味真的是那个样子 确实就是点味嘛 对对 点酒的味道 对这个太 这有去国际比赛吗 那这个都 他们没有比一天点 没有啊 对 就是你想要弄它就弄它了 没错 好了这款叫什么 这款叫做许布萨 那它是我们经典的原味黑巧克力蛋糕 为什么叫许布萨 我们当时其实是开放客人去取名字 有一个客人就取了许布萨的名字 他是念外文的啊 他好像念日文吧 那他就是说许布萨好像是在日文里面代表一个不完美的完美 在不断的不完美之中 真的有这个字就对了 对 我觉得要给观众看一下它的测剖面 那其实是一个很结构很简单的蛋糕 里面就是蛋糕体 ganache跟mousse 但我们透过这款蛋糕 其实想要呈现的是 巧克力世界里面三个最主要的风味体系 一个是巧克力本身的可可风味 一个是巧克力的水果风味 另外一个是巧克力的坚果风味 等一下我你这样讲我在 那这里面其实也是一样完全就是巧克力 他没有加了水果 他也没有加了坚果 可是他就都会有这些味道在 没有还有你你讲了真的温度了 对 这个现在的温度 这个室内的温度可能不够低 他就非常的 他就非常快的就融化了 是是是 好 这个保存很难保存了 这些都一定要冷藏了 蛋糕都是要冷藏 等一下这块巧克力片我得吃掉 我就不想留给我那个气质上 你知道他平常对我也不够好 就每次给我吃米果啊 饼干的 他就没想到说这个 好吧 有声音的脆的 脆的 对不对 没错 好好吃哦 你你大概是分这几种系列是 那我们其实甜点大概有八到十二种 八到十二种 对 有没有面包类 那没有 我们就是专心做巧克力甜点 巧克力甜点 对 那 哪一种 应该个比较高 嗯 其实大概一半一半吧 一半一半 巧克力略多一些 是哦 嗯 女生多还男生多 很有趣的是我们店 单就是单独来的男性客人 还蛮不少的 不难理解 为什么 是 他买了要去撩妹吗 没有 我是说只说坐下来 坐下来吃啊 自己吃的 真的假的 对对对对 还是 因为你的东西都很有个性吧 那flavor 对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客人 不管男性女性 都是会单独自己前来 然后真的感觉到 他们是在享受自己的时光 然后享受跟味道互动的那个过程 待多久了 那你会不会一杯 还要配咖啡是最棒吗 我们其实店里面很有趣的是 我们完全没有供应咖啡 那是供应什么 我们供应台湾茶 烈酒 以及巧克力饮品 诶 巧克力饮品讲一下 哪些东西 我们其实有分成四个季节去做四种不同浓度 以及有冷有热的巧克力饮 没错 那当然是用鲜奶 去跟纯的巧克力去这样煮 哦 煮 对 所以它的那个浓稠度 绝对不是那种可可粉跟鲜奶 可以煮得出来的 哇那很棒耶 是啊是啊 所以很多客人都会 那你夏天呢 夏天喝冷的 夏天也有冰的巧克力 对 巧克力饮 嗯没错 也是混牛奶 嗯对 就是完全没有打冰块啊 加水啊 有没有鲜奶油 也是有鲜奶油 要鲜奶油对不对 那有什么制造口感的东西在里面 没有 就是喝的就有点像smoothie 嗯 没不像smoothie 因为它没有打冰在里面 没有 对 哇 我想去看一看 一定要来 一定要来啊 是 好了 听众朋友 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这于是巧克力设计工作室的负责人啊 郑宇轩 他得到了非常多的这个这个国际巧克力比赛的这个这个这个奖项啊 现在他在燃烟路圆环开了一个这样子的工作室其实也有一阵子了 然后有很多很多独特的这个巧克力 除了这个手工巧克力以外他还有巧克力做的蛋糕甜点 那当然了还可以有巧克力饮然后不提供咖啡这是多么特别的组合 还有只提供台湾茶 whiskey 还有这个巧克力做的饮 我觉得这个非得去试试看 今天他给我们很多很丰富的巧克力的知识啊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到他店里去找他跟他聊天 得到更丰富的知识 今天谢谢余轩到我们现场来 谢谢老大哥 今年还要参加比赛吗 今年没办法了 今年不会 已经有好几年没参加 干嘛啦 有名了哈 没有没有没有 不要这样子了 该认真做的事情 开玩笑了 没有没有没有 ok 拜拜 拜拜